我們看這題 他說在瓦斯管線配置圖中 有AVC三部人家 工作人員想從AV2加 以連結的筆直瓦斯管線 這個已經連結了 筆直管線中 裝設分支到C加 以之將配線圖視為坐標平面時 生物人家的坐標 A加這個坐標是2-3 B加這加是79 79 那C這加的話是81 那麼他們說 求分支管線最短的長度是多少 等於你把這個看成一個直線 求C點到AB的距離 就是什麼呢 就是他的那個最短長度 好 那現在我們把這條直線算出來 這條直線就是 y加3 等於協力 這個減這個是12 這個減這個 是那個5 然後呢 x 減2 減2 然後把它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 我就把5乘過去以後 再移過來 就是12 x減2 減2到5乘過去 這5倍的 y加3 等於0 那這樣的話 給他整理一下 12x 減5y 這個多少 負24 減15 負39 負39 等於0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到達這條直線的距離 第一就等於多少 根號 12的平方 加上 負5的平方 那代多少 81 12乘以8 減5乘以 減39 那這樣多少 12的平方 加5的平方 169 開根號是13 5 12 13 那個三角形 那這多少 這個是96 96 減到多少 減到44 44 2 52 52 52 3 4 12 1 剛好52 這是4 等於4 所以答案是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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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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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6